小人家 您是姓李吗 你认识李若涵吗 你是他父亲对不对 我不姓李 我也没儿女 不姓李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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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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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娘 你怎么了 这疼 这疼啊 哎呦 这这这这 到底这哪疼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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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病人等一会儿就会醒过来 但是他随时都可能再晕过去 他的生命最长只有两个月 我们已经尽力了 现在住院呢 也是浪费钱 不如把病人接回家 他想吃点什么 就满足他 好 我知道了 但是医生 请你务必延长了他生命 这儿的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 大伯 你醒了 大伯 大伯 你别动 大伯 我不住院 大伯 我是若寒的朋友 我一定把若寒带来见你 我不住院了 大伯 您在这儿好好养病 千万别离开 相信我大伯 好吗 医生 这儿就交给你了 千万别让他走开 好 我 我会尽快回来办理住院手续 好吧 好 好 好 卢寒 你父亲得的是癌症 医生说他最多还能过两个月 你怎么知道的 我无意中发现他晕倒了 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这是报应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他就应该是这种下场 可他毕竟是你父亲 这是医院的地址和病房号码 我能看得出来他非常想见你 若寒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 他得了这种病 就足以让人原谅他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也是他唯一挂念的人 找个时间去看看他 就算是给他一次毁锁的机会 我不想知道他的任何事情 也希望你以后 不要用这种事情来打扰我的生活 这人都快死了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送他这种人去医院 不觉得不值得 谁呀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不出什么事我就不可以来吗 你怎么了你啊 愁眉苦脸的 您愁眉 杨艾长 你觉得你这样做很有意思是吧 我做什么了 这么快就把打电话的事给忘了 你是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跟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可你让他给我打电话 你捉弄我很开心是吧 我没有捉弄你 我是在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和你快要去世的父亲交流的机会 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你是一个外表冷漠 而内心却充满了爱心和包容的人 可是从你对待你父亲和赵家辉的态度上来看 我错了 我错了 在你身上实在缺少一种情操 一种正常人都应该有的情操 比如 关怀 比如原谅 你父亲就算再也有错 他毕竟是养育了你的父亲 赵家辉就更没有什么错了 恰好相反 受伤害的人是他 而你却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他了 说实话 我对你很失望 相比之下 那个你看不起的赵家辉 那个家庭妇女下纲女工赵家辉 更让我敬佩 杨海长 你以为你是谁 你没有权利这样跟我说话 你也没有权利来批判我的生活 我的话有什么错吗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如果赞美赵家辉 你觉得他好 你可以去追求他 这是你的权利 他现在正需要一个男人 需要一个男人去帮他维持那个 上有老下有小的破烂家庭 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你干嘛说这些没边的话 我只是客观的去评价一个人 我干嘛没事找事去赞美什么人呢 你不觉得你说的话 太不像一个正常人说的话了 你干脆说我不是人等了 那是你自个说的 我没那么说 我是在替你说 你是你我是我 你不是问你以为你是谁吗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是杨海诚 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杨海诚 你满意了吗 你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 但你要记住 我杨海诚也不是一个任人百步的男人 诶 瞧出来没有 冰棍尔今天又阴云密布的 是吗 那肯定是爱情又出了毛病呗 不会 不会吧 那个杨律师对他不是百一百顺的吗 杨律师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少在背后嚼舌头 如果你们愿意嚼舌头 就应该到居委会报道去 经理 你现在是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就可以胡说八道吗 没人胡说八道啊 你们少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要说我的坏话也可以 我希望当着我的面说 不要在背后做小人 没人背后做小人哪 这是莫名其妙 你说谁莫名其妙 我看你们才莫名其妙 整天就知道在办公室里 东家长西家短议论别人的是非 谁议论是非了 你不要以为你是经理 动不动就训人 你说清楚谁调拨是非了 神经病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 你不要老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了不起的样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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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这样 我开除你 林总 不是我 你还说话 李经理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莫名其妙 你真心病 迟早一天我要出了这口气 林总 我要求立即开除她 跟这种人我没法在一起工作 洛尔 她质量是不对的 但是你自己平时 也确实不注意搞好和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我没有搞好关系 跟这些事没有关系 我这人就这样 诺涵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待能处事同样重要啊 曾广贤文说得好 事实通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及文章嘛 不管怎么说 你总是活在这个人的世界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对 我是杨爱诚啊 怎么了 你说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不是完了吗 对啊 手续我都给他了 对啊 还要开一次行啊 行 没问题 好 好 那就这样 好嘞